詞曲 李宗盛 答應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請教育部長 副總 副委员武安 副长 其实从早上开始 我相信非常多的 委员大概都很关心 我们台湾目前 就是关于母语的教学 我想其实每位委员都 投入很多的关注 我也感受很多 我也希望未来能够让母语的 整个学习能够有更好的条件 然后各方面面向能做的努力来做 你有结论出是什么 是关键的 我想其实当然有一些关键 事实上像许志学习委员 他就特别或者李坤哲理委员 他们都归纳了三项了 李坤哲理委员他的三项是说 第一项他认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造志愿 像有些学生想学这个 可是人数不足的话 很可能就选到别的去了 因为事实上也许不到 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 我也特别建议就是说 未来五个人就应该成班 当然要有minima的要求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也提到专业方面的事情 就是说专业的老师 是不是过去可能是老师 透过只要上过一些进阶的课程 或什么72小时 专任老师也就可以来做这个 另外一个是时速 时速这个我也具体的在做思考 就是说 这个在国小现在是必选 我们到必选 可是是只有40分钟一个周 那当然因为一个礼拜里面 能够排的课 现在其实也不是很多啦 那大概三十二分之一 在小一小二的时候 可是到后面可能甚至三十五分之一 这样子的概念 我想我们也要努力看看 是不是有机会在进课纲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至少放进去 大家至少要拿出来做一些讨论 所以这三个议题 部长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 那我自己就客与的统计 客委会其实在一百年的时候 还有做过一次统计 其实我们大部分13岁以下的小孩子 对于只有大概5.6% 他事实上会说 那会听的话当然是多一点 大概只有14.5%左右 14.5%而已 对 就听喔 你说这个是本身有客家血统的 就是在客家地区的客家民众 他自己的子女13岁以下 我们现在都排除掉说 非客家地区以外的 对对对对 OK 纯粹在客家 只有14.5%吗 那时候我是有点 我是有点surprise 因为在客会的统计 它是主要是针对自我认同 多元认同 或是单一认同 客家民众对于13岁以下的 使用语言状况 那其实看起来喔 有一个趋势 就它相对于如果是50岁以下的高龄者 大概会使用客语 都多达六成到七成 那也就是说 现在13岁以下的这些客家地区的 就是客家的子女 我们讲说这些子女 事实上会听会说 真的是比例非常的低 那所以我们在推动 这个所谓的本土的 语言教材的时候 或是本土的语言教育 其实会回来会要看 关于小学的部分 小学的那个整个的教材 还有实数的部分 事实上太过强调 就是去本土 乡土的上课的方式 那当然某个程度让家长认为是一个学科负担 然后第二个其实喔 在整个环境的塑造 其实也不够 就是你刚刚回应的 就是实数的问题 那本期其实有注意到你的报道里面 针对这个所谓的乡土的中小学 或是小学的师资里面 你其实从98 从我们有报告以来 就是关于教师的证书 其实你有一个要求 就是需要经过关于取得语言认证之后 才可以去从事语言教学 然后你在98年的时候 其实要求说必须要上过进阶 至少要上过这个 可是你去年12月又放宽了 那你放宽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想这样子喔 我们其实今天在跟大家的质询的互动中间 我也做出了具体的承诺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说 至少做这些专业的教师的同仁 他应该要有认证的通过啦 不过这样子啦 这个我希望回到这个基准上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教数学的老师 他如果经过语言认证之后 他事实上呢虽然语言通 不代表他真的能够从事语言的教学 对不对 教数学的老师 同意 所以他如果要在这个学校 另外再去从事他认证过这个语言 事实上他还是要需要经过 非常多的训练的部分 不是他通过认证就可以从事语言教学嘛 对 这个现在其实条件有几折啦 一折我们原来过去是做过一些 进阶的学习72小时 在下一个阶段 其实看起来是认证 也是一种一种门槛 所以你开放 更进一步当然看起来 可以更专业的角度来看 他有几个不同层次 所以教育部开放在职老师 能够取得这个教师认证 就语言认证资格 就可以去从事语言教学这件事情 其实反而更扼杀了所有的语言的老师 不管是教我们课语 或者是吼漏 或者是有其他的母语的部分 他们要进入学校体系的时候 你更是让这些所谓的坚韧的师资 已经是时速非常的低 我想他的报酬非常的低 时速又不足 教学环境我想大部分学校 其实尽量能够不排这些学科 也尽量不排 那你已经扼杀了他们能够生存的空间 那更没有学校愿意去聘这些师资了 那更专业的老师 更进步来学校系统 然后更是依赖在职的老师 去兼任这些语言课程 那恶性循环的结果 对谢谢您的这个提醒 其实我跟上次有一次座谈 或者今天其实听到多位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其实也感受很多了 我们想应该至少要把这个恶性循环把它改正 要让它变成正向的 正向就在于说 改错 今天初步也提了 就是说如果刚开头 在职教师的进阶培训的部分 其实还是可以维持 尽量能够在这两三年 要求在职 这部分专业的成长 让他去做 我们努力 我们因为事实上也不可能 一定要做的嘛 因为你98年教育部就已经承诺过了 不可能一步到位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优先会先做的 现在在至少这个现况情况下 如果原来限职的老师 他透过认证 或者透过进阶学习 能做 我们让他做 可是我刚刚讲 有一个三年的时间 至少要调整到 未来至少一定都是要通过认证的 才能做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在这个 应该说认证完还要加速进阶 因为你教育部98年 就希望要求说 没有通过进阶课程 就不得单纯语言教师 进阶现在是比较单纯 认证的这个作为 我们现在没有要求你说 专任的语言教师 专注语言教师 以前这个在职教师兼任的部分 三年进阶课程的课程培训 你都不让他上的话 你要要求语言课程的品质 能够有多好事 所以我同意你的comment 所以大方向我们这样来做 在三年之内 达到基本认证跟进阶的这个作为 我们做到 同时我们也开始思考说 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发展 可以用比较更专业的老师 来做这种语言的授课 这一部分我想应该 齐头并肌一起来看 可是至少我可以确保 三年之内从认证 从进阶的角度来看 它至少先有所作为 同时来进行 您刚才提到的 专业师资的这个考量 我想我们进一步来看 好不好 那另外 这个本席也要去问一下 就关于原住民教育法 其实在24条有规定 在他们的部落的学校 其实应该优先领选 他们懂得 他们的自己部落 这个本身的族群的教师 可是事实上 我知道在领选教师的过程 事实上有些要考试 那这个部落 或是熟悉他们部落语言的 这些教师 具有他的能力的这些老师 也不一定能够考得进来 那针对像这样子的状况 原住民部落有面临到这个 就也许你是在阿美族或赛夏族 缺的老师结果是州族或其他族 那语言不通 在中小学这边 母语的传承也不会太自然 那变得很奇怪 那另外部长 我另外提就是我们科技法 我们科技法第六条 其实也有 就是在客家的文化重点 乡镇里面这些学校 原则上是应该要尽量朝向 就是关于客家语言的保存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非常多的这些客家重点发展乡镇 这些地方 尤其是中小学的部分 也有很多老师 事实上都不是客级的老师 我就举例 这个我们大家在这个 相关的工厅会都有提到 就是我们屏东的林若 林若国小 二十几个老师 这是一个纯粹的客家乡镇 就二十几个老师 只有三个老师是会课语 就客家级的老师 而且会课语 那这个比例太低了 你要去推动这个课语 连生活上 也许跟老师的平常沟通 整个默契 对于整个客家的文化 或是这些学生 来自于客家家庭 他的整个特殊的习惯 习性 或是客家的一个 特殊的风情民俗的部分 这个部分怎么去克服 对我想这样子 这个我们最近 其实在上次 在上一次的这个 质询的时间 我们已经通过了 我们修法 修法先对原住民这一块 我先谈一下 原住民这一块 我们已经做到了 就是说事实上 如果他是在原住民重点学校 或者说他的原住民学生 超过一百个学生的 这样子的学校 未来他有新的缺额出来 老师退休 新的缺额出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逐年 能够尽快的能够达到 让他满足 因为重点学校 是三分之一的老师 三分之一的学生 尽量能够达到 一得是满足这个学生 是这个是原住民的比例 或者满足三分之一的 这个要求 也意思就是说 有一点回应 你刚才谈到 客家这一块 我们确实是还并没有谈到 可不可以要求一些 几个学校重点 我也我也我也愿意来看一下 既然在原住民这一块 我们已经跨出了一步 已经做了这个处理 所以客家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做怎么做 我想我愿意做一个 跟客委会协调一下 我可以来做一些 有一些城市里面 比较高的比例的小学 它集中区域比较多的 其实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重点区域 那你们透过一些 经费的补助 益助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去发展一下 关于这个老师 自己本身客籍的部分 在调任的部分 在教学上 可以再接近他的母语使用 我想我的态度是这样了 师资当然应该多远一点 可是在这个区域 既然有这么多是客家的 所以他一定的比例 我愿意来做 我另外就是提 也是延续师资的部分 其实部长你听过 所谓的沉浸式语言的教学 环境或教学法吗 沉浸式的 我没有特别的了解 其实在目前 就是屏东县政府 他们事实上有挑几个 就是小学 有要去推客语的沉浸式教学 所谓沉浸式教学 意思是说 他在你原来的这个家庭里面 使用这个母语 在这个学校 因为他学校所坐落的这个区域 可能多数是使用客语 那他在学校的老师 跟学校几个老师沟通之后 这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语言 不是用我们现在所讲的国语 就是普通话 他事实上就是使用 他的原来的母语 而这些老师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 可能调过来 他本来就是在这附近的老师 这个乡镇 或是这个部落族群的老师 那他所使用的语言 也是跟这个社区 或是这个客家的地区 学生家庭用的语言是一致的 那他就会要求老师说 那如果你愿意可以使用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母语去教你的学科 例如说我今天要上社会科 那我就今天或是一个礼拜几堂课 我就用我的母语来教社会科学 那社会科里面 我就用一般很自然的课语 我就在教学里面 就是用课语简单的对话 自然的对话 让他自然而然 就是在教学里面 去学习到他原来学科的知识 但是他的母语接收 他的语言接收 是非常的自然跟生活化的 这样的陈静式教学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你说这是哪两个字 我没有完全听懂 陈静教学 陈静 陈静 静淫在这个环境 陈静 陈静式 OK好 陈静在这个环境里面 陈静式的 那其实本席后来发现了 就是教育部其实有一个 关于本土教育的这个委员会 本土的这个 本土教育委员会 那是不是有可能的话 有机会部长 我们到这个屏东 针对这个 是不是有可能去找几个 像我刚刚就讲 像类似客家的 重点文化发展乡政 或是部落 可以去结合 像类似这样的 陈静式教学的方法 去挑选几个重点学校 配合我们这本土的教材 真正是让那些 本来我可能在幼儿 幼儿时代 我就会用我的母语 可是我进了小学之后 我突然 我使用母语的时间 变成减为一小时 因为学校在上课的时候 是不会使用其他母语 那能够让我很自然而然的 去使用到母语 那能不能去挑几个 是我想可以啦 我大方向我支持这样 去做考量 我其实也去过美农 也看过他们学校的 综合活动 其实就是用课语在实现的 所以把这个概念进一步的 看看是不是某一些学科 也可以这样做 皮隆也有 你去的美农 那皮隆现在也在做 我去美农也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他不是上课 但那次是他的综合活动 可能是他的活动的 其中一个环节 所以这一部分我想 其实我的想法 基本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如果能够让这个母语 能够更活化的 被大家接受 能够使用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 可以想得到的方式 尽量都可以去做一些实验 只要他不产生其他反而有不利的 这些情况 如果是有利的一些作为 我相信当然我愿意 很愿意来做 其实某程度本席 也比较不希望 乡土语言变成是一个 要考试的教材 最好是沉浸于在学校生活 生活的一部分 自然用语 就算自然而然会用了 那将来有需要去检定 或将来要去辨识 他的读写能力的时候 你才有所谓的检定跟考试 那我是希望我们教育部这边 可不可以就是 把这样的教学方式 也就是配合我们 像客家重点文化发展乡镇 或是原基法里面 需要检选几个部落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去办一些 事办的计划 我想您今天的这个建议 我想其实我们可以来思考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怎么做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是 我想我一定会跟他们谈一下 那有一些初步的研议 可不可以回复本席 可以可以可以 吴委员这边的 多久 我想我们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好 好 那就麻烦部长把这个意思带回去 希望我们的整个客家语言 可以透过结合客机法 或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的语言的保存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原基法 真正结合师之也好 或是我们的乡土语言教材 或是曾经式的教学法的部分 让我们原来这些幼儿 他原来会说母语的 进了学校 不要变成反而是学校的教育 扼杀掉了他的母语的能力 是 好不好 可以 可以接受 谢谢 谢谢部长